牛奶 尤其是各種乳製品 它會讓痘痘變得比較嚴重 在很多的全球的研究中都有發現 那到底為什麼會因為喝牛奶就長痘痘 目前大家還有很多的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現在比較公認可信度高一點的說法是說 因為牛奶它喝到我們身體裡頭以後 會讓我們身體裡面的有一種叫做 類胰島素生長因子變多 那這個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就會讓我們的皮脂腺比較容易分泌油脂 就是比較容易出油就對了 那皮脂腺的這個油脂變多之後 毛孔就很容易塞住 塞住以後它就變成粉刺 就是所謂的痘痘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會因為乳製品 或者是直接喝牛奶造成長痘痘 還是跟這個所謂的類胰島素生長因子是有關係的 這個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其實是由我們體內去分泌出來的一種生長激素 並不是由這些乳製品或是牛奶本身裡面帶來的 那我們現在發現呢 在這個低脂跟脫脂牛奶 就是喝多了比較容易會長痘痘 反而是全脂牛奶不容易長痘痘 那這跟我們傳統的想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往往都會覺得說 好像喝比較油的或吃比較油的東西 比較容易長痘痘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現象發生 那現在大家覺得比較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在製造脫脂或是低脂牛乳的過程中 會把很多好的脂肪酸把它也同時的去除 那這些脂肪酸本來混合在牛奶裡面 它有抑制痘痘 就是抑制這些發炎的效果 那因為在這些製造過程中 它被去除了 所以變成說這個牛奶只剩下不好的 會造成發炎的這些成分 那反而沒有這種抑制發炎的成分 所以現在發現呢 好像喝全脂的反而是最好的 那首先我們想要分清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真的是對牛奶過敏 那第二個呢是喝牛奶不適應 那麼引起這個過敏的症狀 它會包括說像會癢啊 會長疹子啊 那可能會起瘋成塊 所謂的蜘蛛症 那有的人眼睛會腫 嘴唇會腫 甚至最嚴重的會有所謂的過敏性休克 那過敏呢就是喝牛奶過敏是因為我們的身體 真的對這個牛奶裡面的某些成分 引起所謂的這些免疫反應 那很多人喝牛奶會不舒服 其實它並不會有這些狀況 它可能只是會有點脹氣 容易會拉肚子等等 那這種呢通常是屬於 我們叫做喝牛奶的不適應 就是所謂的乳糖不耐症 那這兩類的症狀是稍微有點不一樣 雖然我們很多情況下 大家會普遍覺得說 好我對牛奶會過敏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去稍微去做一點區分 就有的人它真的是因為牛奶的成分過敏 那有的人只是因為它的乳糖 這個裡面的成分呢 會造成我們腸胃比較不舒服而已 其實不見得所有的人喝牛奶都會長痘痘 每個人的這個身體狀況 還有痘痘的嚴重程度 還是會因人而異 那每個人對各種食物的反應 也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先觀察看看 因為牛奶事實上 還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的補充來源 那如果說你發現你喝了牛奶或吃了乳製品 痘痘就變得比較嚴重 那我們當然就先不要再繼續吃 那如果說發現自己有這樣的狀況 那為了補充營養的考量上來說 當然可以選擇其他的類似的產品 比如說像豆漿 比如說燕麥奶等等 那如果單純以蛋白質跟鈣質來說 其實很多的食物包括魚啊 這個豆類啊 它都有很多的這些養分的存在 所以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來避免我們產生營養不足的狀況 現在發現跟豆豆最有關係的是 所謂的高升糖激素的食物 那哪些是高升糖激素的食物呢 其實就是一些精緻的 尤其是澱粉類 包括說各種的甜點、餅乾、蛋糕這些 就是我們吃了以後 我們血糖很容易會產生大幅度的變化 那這些呢都容易讓豆豆變得比較嚴重 會有這種突然間暴豆的情形 所以這些應該是我們在 容易長豆豆的情況下 應該少去吃的東西 豆豆其實跟生活作息情緒 還有環境都蠻有關係的 那我們能夠做的呢 第一件事情當然盡量是早睡啦 那我曉得說現在的生活習慣來說 大家不見得真的能夠多早睡 那我想有一個最低的要求 就是我們的作息要固定 就是你睡眠的時間最好是能夠固定 那這樣子讓我們的生理時鐘 能夠比較穩定 那這樣對豆豆也會比較好 那其他包括說情緒呢 這個就必須要可能靠比如說運動啦 或自己的心理上去調適 那其次以環境來說 豆豆最怕的其實就是怕悶熱 所以在台灣來講 一般就是夏天的時候 豆豆會比較多一些 那麼可以的話就是讓環境比較涼爽 比較通風 溫度稍微低一點 我們臉上比較不會一直出油 就比較不容易長痘痘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